印度尼西亚航空的官员表示 上个月在爪哇海坠落的亚航850一班机 才是大角度地爬升然后失速 即堕入海里面 当时副驾驶正在驾驶飞机 印尼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调查人员 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说 飞机的声音纪录器是显示 那架空中巴士320型飞机 在爬升的时候失速警告声响起 一直持续到飞机撞击水面 声音纪录器都显示 拥有6000小时飞行经验的法国籍副驾驶 普莱泽尔在飞机下聚的时候 是正在驾驶飞机 拥有大约2万小时飞行经验的印尼驾驶员 伊利安托当时在监测飞行的状况 音乐 声音纪录器是正在驾驶的 音乐 音乐 音乐